今天 習主席出席金磚家領導人對話會 並發表重要講話 為匯聚全球南方蓬勃力量 指明了什麼樣的方向 指出哪些重要的主張 展現何種大國擔當 作為全球南方第一方陣 大金磚合作正為推動構建 人類命運共同體 貢獻著何種力量 就這些話題 我們演博士今天請到的是 中國人民大學 重陽金融研究院院長王文先生 歡迎 特異評論員蘇曉暉女士 歡迎 在金磚國家領導人 第16次會晤期間 國際社會圍繞中國方案 以金磚合作推動全球南方 凝聚共識 評價積極 首先我們通過一個短片 瞭解一下相關的情況 我毫不懷疑 金磚國家和全球南方 將因為習主席提出的建議而受益 這讓我感到興奮 習主席重視全球南方的合作與發展 這順應了全球大勢 我認為金磚合作前景光明 中國將在其中發揮關鍵性的作用 習近平主席連續12年主持或出席 金磚國家領導人會晤 推動成立新開發銀行 首唱金磚家合作模式 提出一系列重要主張倡議 為金磚合作注入了強勁動力 傳遞了世界各國和平共處 相互尊重 交流互建 共創美好未來的目標和理念 包括我們金磚國家在內的全世界 應共同努力 攜手實現 習主席提出的三大全球倡議 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習近平主席提出的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 和三大全球倡議 對推動大金磚合作起到了關鍵作用 回溯過往 金磚合作機制落地之時 正是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 群體性崛起之際 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 有著相似的發展任務 共同的發展訴求 深化彼此團結合作 是歷史潮流 人心所向 當前 世界進入新的動盪變革期 面臨關鍵抉擇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 金磚國家日益成為塑造國際格局 維護全球穩定的重要力量 金磚合作機制成為新興市場國家 和發展中國家 加強團結合作 維護共同利益的重要平臺 金磚合作機制提供了一個新的平臺和模式 為發展中國家帶來更多機遇 引領各國共同發展 現在有更多國家在考慮加入金磚大家庭 金磚合作機制為全球南方國家 提供了參與全球化進程的合作平臺 今天習主席出席金磚家 重新崛起是世界大變局的鮮明標誌 全球南方國家共同邁向現代化 是世界歷史上一件大事 也是人類文明進程中史無前例的壯舉 蘇老師怎麼看待 習主席對於全球南方 發展態勢的這種判斷 首先習主席還是強調 中國在致力於促進 全球南方國家的共同發展 習主席多次強調的是 現代化不是世界上哪個國家的特權 那麼中國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其中就包括各國的共同發展的目標 那麼說到發展 對於全球南方國家來說 首先每個國家都應該尋找到 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 而另外全球南方國家 至於這個世界發展的大勢的背景之下 也看到合作共贏才會帶來更多的動力 所以說到全球南方國家的發展 中國的促進作用 首先是尋找新的增長點 其實在過去幾年當中 中國一直強調 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 想要實現發展的突破 尤其是對一些國家來說 要打破發展的瓶頸 那麼創新是一個關鍵詞 如何來體現創新 數字經濟是中國特別關注的 所以在金磚合作過程當中 我們會看到習主席其實多次強調 在數字經濟方面 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 是要搭上數字經濟發展的 這樣的一個機遇 而不要落入數字鴻溝當中 所以中國對於數字經濟的發展 我們在關注同樣的 也和其他的國家在分享經驗 同時我們看到這一次的金磚峰會 習主席在金磚家的講話當中 也特別強調了人工智能等 這樣的一些新的要素 也就是說我們從中國的視角來說 會看到要實現現代化 應該關注哪些方面 同樣的也希望更多的南方國家 能夠抓住這個機會 而另外說到中國的具體行動 很顯然中國從不同的側面 來關注發展中國家的群體性崛起 那麼對於南方國家來說 從這個人才培養方面 中國一直在做出貢獻 比如說在2020年 習主席在金磚峰會上 宣佈在中國廈門 建立了一個金磚新工業化夥伴關係 創新基地 這個基地其中的一個效能 就是進行人才培訓 比如說去年2023年 就進行了10次培訓 在這個培訓的過程當中 是帶給很多的金磚國家 應該說既是人才的增加 同樣的也是對 未來發展思路的一種設計 所以我們看到 全球南方的發展前景 非常的廣闊 也是符合各國發展的初心和目標 但是世界和平和發展 仍然是面臨著嚴峻的挑戰 全球南方的振興之路 也是註定不會平坦 對此 習主席也指出 作為全球南方的第一方陣 我們要展現集體智慧和力量 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挺鷹擔當 王老師 這是不是也是在 為全球南方振興發展之路 來指明一個方向 實際上是在鼓勁 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 1945年以後 這個世界上越來越多的 發展的國家獨立 民族解放 那個時候只有90多個國家 後來就變成現在的 200個左右的國家和地區 那麼後來人們發現 幾乎所有的發達國家 都在地球的北半球 所以用全球北方來形容發達國家 全球南方就來形容發展中國家 全球南方這個詞 就現在流行到現在 但是過去的七八十年下來 這個全球南方的獨立以後 或者說成為一個 民族解放以後的這樣的國家 發展並不是均衡的 有些國家至今冷藍還是欠發達的 甚至還沒有解決溫飽問題 還在戰亂中 那麼金庄國家這些國家 是整個發展中國家中的第一番證 經濟相對都是發展最快的一批 那麼還有社會穩定 也相對是最穩定的一批 所以習主席講 說這個金庄國家 是全球南方的第一番證 那麼我們第一番證 應該說絕大多數的金庄國家的 絕大多數地區都解決了溫飽問題 社會穩定問題 以及持續發展的這些問題以後 我們要做出更好的版樣 那麼讓廣大的發展中國家 廣大的全球南方國家 能夠做得更好 能夠一起解決全球層面上 共同富裕的問題 共同發展的問題 持續發展的問題 所以從這個角度上來講 我覺得習主席講到第一番證這個概念 我覺得非常重要 實際上是起到了對廣大 全球南方國家 這樣的一個巨大的激勵的作用 換句話說 我們這些國家能夠做好 那麼廣大的發展中國家 廣大的全球南方國家 也能夠做得更好 所以對未來有更多的期許 指明了更好的未來的反向 有了這樣的期待和激勵 我們也期待未來 南方國家能夠為應對 百年未有之大面局 來提供更多的 這種南方方案 南方答案 其實不僅指出了方向 我們看到習主席 還就如何匯聚全球南方的力量 推動構建 人類命運共同體 給出了具體的答案 提出了三個實現 首先就強調了 要堅守和平 實現共同安全 其實我們看到習主席 他也提到 此前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議 已經取得了成果 我們怎麼去看待 習主席的一系列 有關於安全的論述 大家會看到 在世界安全和平的問題上 中國一直是展現負責人大國的擔當 那麼現在在金磚的平台上 中國強調的是 中國要攜手全球南方國家 共同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全 為什麼要提出這樣的一個目標 而且強調中國已經做出了 重要的貢獻 是因為我們看到 對於廣大的全球南方國家來說 要實現發展 必然有一個穩定的外部環境 當這個世界變亂交織的時候 其實已經給很多國家帶來了困擾 包括大家會看到 金磚闊源之後 涉及到中東的國家 那麼現在中東地區的變局 是直接影響到 相關成員國自身經濟的發展 所以中國強調 共同安全的目標 首先是針對當今世界 在這種安全形勢變化當中的 一些負面的因素 確實有個別國家 是一再追求自己的絕對安全 而這樣的一個目標 導致的結果是自身身陷安全困境 同時加劇地區熱點問題的延續 對於全球和平產生了巨大的衝擊 所以中國強調 共同安全的目標 涉及到的就是安全觀的問題 其實習主席多次強調 中國秉持的是 共同綜合合作 可持續的安全觀 這樣的一個安全觀 已經引起越來越多的 全球南方國家的一種回應 他們會看到 中國所提出的安全觀 是解決問題的關鍵 是真正說到了 安全問題的關鍵所在 那麼這一次金磚合作的平臺上 肯定大家也要討論安全問題 本身處理安全問題 就是金磚合作的一個 重要的組成部分 所以涉及到烏克蘭危機 以及巴以衝突 現在中東局勢的 進一步的動盪 肯定會在安全的框架之下 來進行更多的討論 而習主席強調 全球安全倡議所發揮的作用 一方面是中國一直勸和促談 而另外一方面 我們也一再強調 不管問題多麼複雜 最根本的是要以政治方式來解決 要從根源上解決 中國並不偏袒某一方 而是希望照顧到各方的安全關切 的確 全球南方國家 是世界和平的積極推動者 以及也是維護者 所以我們也期待 全球南方國家能夠帶來 一個穩定多極的世界 其實全球南方也是為發展而起 因發展而行 習主席就強調要重視發展 實現普遍繁榮 他還提到 全球發展倡議提出 三年來已經是動員 近200億美元發展資金 開展了1100多個項目 全球發展倡議正在落地開花 王老師怎麼看待全球發展倡議 這些年來所取得的一系列成果 的確確 全球發展倡議 現在三年了 應該說全世界100多個國家 都在積極地響應 全球發展倡議 這實際上是在超越著 過去30多年 西方主導的 所謂的華盛頓共識的 一次大的超越 30多年前 當時西方一些經濟學家 提出華盛頓共識 所謂說我們為什麼 要推進這些國家未來 他說你政治上 你要搞選舉 經濟上你要搞私有化 這所謂的形成了 西方的一些共識 那30多年來 這發展倡國家 它開始反省了 他覺得這不對 你們開的要翻 沒有幫助我們更好的發展 於是發展倡國家就開始覺得 我們不要去那麼關注的 搞那些西方所謂那種政治 而是聚焦在發展上 所以我們中國人講的 發展是硬道理這樣的話 在發展倡國家 越來越成為了一種共識 所以習主席在講 全球發展倡議的時候 實際上在給 廣大的販動國家 找到了一個最大的公約數 就是我們雖然在很多利益上 有一些區別 但是發展是我們最大的共識 那麼我們就圍繞著發展 繼續往前走 而且更重要的是 因為有了全球發展倡議 越來越多的國家 他們設置了長期的願景 比如說非洲有2063願景 巴西有2050願景 在中東 我剛剛昨天在阿聯酋 阿聯酋有2035年願景 卡塔爾 科威特 伊拉克 沙特 都有2030 2040 2050的願景 這些願景 願景是什麼呢 就是為了發展 推動本國的 繼續往前的 持續性的經濟的增長 社會的穩定 社會變得越來越均衡 所以從這個角度上來講 我覺得全球發展倡議 所帶來的 是全世界很多國家 他們在發展理念上的 一次重大的革命 是推動大家 把整個國家的注意力 都緊緊地放在發展上 而不是像一些西方國家 所搞的 搞一些政治 搞一些選舉 搞一些那些 非常看不到的 一些非務實的一些東西 所以發展是非常務實的 一件事情 成為全世界最大的共識 這個求和平 促發展 這是全球南方國家 大家共同的心聲 也是您剛才說的 其實這是最大公約數的所在 所以全球發展倡議 也是得到了 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可 另外 習主席也強調 共興文明實現多元和諧 他還提到了 中方將牽頭成立 全球南方智庫合作聯盟 等等具體的措施 那麼增進文明對話 對於凝聚全球南方力量的意義 蘇老師 您覺得是什麼 中國促進全球南方國家 來多進行交流合作 而在這個過程當中 是互學互建 其實說到文明交流 人文方面的交流 中國始終強調 國之交在於民相親 而說到金磚合作 我們記得在2017年 中國主辦金磚國家 廈門峰會的時候 當時是中國拓展了 金磚合作的平台 從此前的政治和經濟 兩個方面 拓展到政治 經濟 人文 三個方面 也就是在中國看來 三個方面相互支撐 金磚合作的架構 才會更穩定 那麼說到人文交流 首先在交流的過程當中 可以消除很多的誤解 關係會更多的堅實 而另外我們也會看到 在交流的時候 還包括治國理政的 互學互建 包括習主席提出的智庫的交流 也是覆蓋這個方面的 為什麼我們要提出 這樣的倡議 剛才我們也說到 每個國家都應該尋找 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 但並不意味著 國家間是要關起門來發展 互相之間不交流 而是在交流的過程當中 尤其是對於全球南方國家 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 互學互建 尤其是治國理政方面 是可以獲得很多的經驗的 而我們在過去多年當中 會看到很多的發展中國家 都高度關注中國的發展 所以中國以這種開放的心態 希望推進交流 也是希望全球南方國家 能夠實現共同發展 的確 您說到這一點 其實之前也是去了 兩個非洲國家採訪 兩個非洲國家的總統 他們也都不約而同地提到說 在平常的工作中 會特別地留意 中國的治國理政的一些經驗 包括去閱讀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這本書 從中獲取了很多的智慧 這確實是文明交流互建 所帶來的一個巨大的收益 作為發展中國家 全球南方的議員 中國始終同其他發展中國家 同呼吸 共命運 知行合一 我們再來看一條短片 中國不僅是金磚發展的倡導者 也是推動金磚合作 走深走實的行動派 從會同有關全球南方國家 發起烏克蘭危機和平之友小組 到呼籲中東各方儘快停火 停止殺戮 從主張推進金磚闊源 和設置夥伴國進程 到承諾實施金磚數字教育 能力建設計劃 未來五年在金磚國家 設立十個海外學習中心 一系列中國舉措 引領推動大金磚合作 行穩致遠 中國的引領作用 推動金磚合作機制 不斷發展 維護了新興市場國家 和發展中國家的共同利益 中國對金磚國家的合作機制作用巨大 金磚國家反映了世界上 許多國家和地區的願景 以金磚擔當開創美好未來 金磚國家自主選擇發展道路 共同捍衛發展權利 共同走向現代化 中國在追求自身發展的同時 也不斷以自身新發展 為世界提供新機遇 國際人士認為 中國是現代化 為包括金磚國家在內的 全球南方推進現代化 提供了重要機遇 中國為包括金磚國家在內的 世界各國提供了 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等 許多公共產品 全世界都可以 從中國的發展經驗中獲益 中國夥伴有很多 值得借鑑的地方 考慮到新的形式 經貿關係也很重要 貿易額的增長 很大程度上得益於 我們與東方國家的合作 尤其是中國 早在金磚機制成立一時 就確定了走開放包容之路的方向 習主席就多次強調 金磚國家不是封閉的俱樂部 也不是排外的小圈子 為践行開放包容理念 多年來金磚國家積極拓展合作 我認為金磚國家 是非西方國家組成的 但並不針對西方 金磚國家主要是一個經濟合作機制 旨在推動全球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 中國是全球南方的當然議員 習主席在講話中也強調 無論國際形勢如何變化 中國始終心系全球南方 扎根全球南方 所以王院長 你看從過去到現在 中國在推動全球南方的發展上 都展現出了什麼樣的大國擔當 的確中國一直都在新系的全球南方國家 一個非常 每年年初大家都會感慨 就是每年年初中國的外長 訪問的第一個國家必然是非洲國家 已經堅持了幾十年了 說明中國對非洲是全球南方的大本營之一 那麼還有我覺得這個大國擔當是非常明顯的 比如說第一個大國擔當就是和平 和平擔當 過去40多年中國是唯一一個沒有發生戰爭 沒有捲入到大規模的軍事衝突裡面的 主要的經濟體 很多人不知道過去的40年 全世界至少發生了兩三百場戰爭 或者軍事衝突 光光去年全世界就發生了59場軍事衝突 那中國保維持著和平跟周邊 雖然有一些分歧 但是我們都用和平的方式去協調和解決 這就是一種很大的擔當 沒有和平哪來發展 第二個就是經濟增長 過去10年 過去20年 中國基本上維持著對世界上的經濟增長 貢獻了30%到35%左右 這就拉動了世界上越來越多國家的發展 第三個更重要 就這些年來我們表現了越來越多的 明顯的這個大國擔當 就是高科技的普惠和分享 你看有些大國 自己高科技做得好 就搞小院高強 不給你分享 守住所謂自己的科技 那科技是無國界的 你要學會去幫助那些落國 後發達國家 你看中國的這些年5G技術 我們的全世界基障 百分之七八十都是中國人建的 高鐵 鐵路 橋樑 這些都是有一些需要技術支撐的 我剛剛上個月到巴西 昨天我在阿聯酋 中國很多的學者 科學家 都在講中國這些年來 科技的發展的經驗 都願意很無私地去貢獻 和分享我們中國高科技的經驗 這就是幫助其他國家 全球南方國家去發展的 一個非常重要的大國擔當 其實中國的很多行動 它體現的就是 全球南方共同的意願 彰顯的也是一個大國的承諾 還有具體的行動力 習主席也是提到 支持更多全球南方國家 以正式成員 夥伴國 金磚家等形式來加入金磚事業 我們也注意到這次會晤 宣布設置金磚夥伴國 從2017年中國提出 金磚家合作模式到如今 金磚朋友圈不斷地擴大 再到金磚夥伴國的設置 也是為新興市場國家 和發展中國家 進一步融入金磚合作 開闢了很多新的空間 蘇老師怎麼看待這樣的一種做法 其實剛才我們在新聞片當中看到 習主席談到金磚合作 開放包容的時候 是非常自信的 同時也展現出了 金磚合作的吸引力 我們說開放包容 確實是金磚合作的底色 金磚合作它並不是一個 排他性的封閉的小圈子 也不是搞陣營對抗 多年的發展 應該說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這也是金磚合作吸引力所在 對於一個國家來說 他希望加入到一個組織當中 當然不希望被迫選邊站隊 此前交的一些朋友和夥伴 要被迫放棄 甚至可能會帶來反噬效果 自己要承受巨大的成本 那對於金磚的這種開放包容 很多國家在認可的同時 也找到了自己的舒適度 而同時我們會看到 各國之間進行合作 新往一束使 這是有可能實現的 那麼金磚擴容 很多國家說 融入可能需要一個過程 而其中會有一些磕磕磕磕 但是畢竟很多國家 關於發展問題 關於對安全的訴求 是有利益和目標的公約數的 是完全可以凝聚共識 來形成合力的 這也是金磚多年來發展 我們看到的現實 而另外中國也強調 不管是闊源 還是邀請更多的夥伴 其實最終要形成的是優勢互補 比如我注意到 泰國說他想加入到 金磚的大家庭當中 而提出這樣的一個想法的時候 泰國認為自己是有些優勢的 比如說我們都知道旅遊業 如果加入這個組織當中 發揮自己的優勢 和其他的夥伴成員國 來形成優勢互補 就能夠獲得更多的發展的機遇 所以很多國家踴躍加入金磚 金磚也實現了闊源 恰恰說明在優勢互補方面 是在進一步的推進 沒錯 現在金磚機制 已經為全球所越來越看好 但是在這個過程中 其實也會出現一些雜音 我們看到金磚的成長之路 也並非是一帆風順的 比如說一些西方媒體 又重新開始提起 這個陣營對抗這個老戲碼 將金磚與西方來對抗 其實剛才包括我們在短片中 看到的很多 我們對國際人士的採訪 他都能看出來 當然金磚機制是非西方的 但是絕對不是反西方的 王院長怎麼看待金磚合作 和這種小圈子小集團的 我覺得這個的確 金磚是非西方不是反西方 所謂西方一些媒體 或者智庫他們講 金磚是反西方 實際上恰恰證明了 他們沒有自信 更重要的是 反映了他們的一些戰略陰謀 希望創造這種戰略陣營的對抗 來團結他們自己 然後搞亂世界 進而獲得所謂的好處 實際上過去的這些年來 金磚國家一度是相信西方的 但西方他越來越失去了 西方對越來越多國家的信任 對他的信任 所以從這個角度上來講 這些金磚國家團結起來 為了追求更好的目標 更公正的國際體系而奮鬥 這樣為了使世界變得越來越好 而不是要跟西方進行對抗 越有這樣的雜音 我們就要越高舉 和平發展 合作的這樣一個基調 來發展金磚 好 感謝兩位的評論 稍後環球時間繼續 一花不是春 獨木不成林 全球南方不斷崛起 彼此深化合作是歷史潮流 也是人心所向 而金磚合作這個時代快車 承載著全球南方的發展希望 是建設美好世界的中堅力量 來吧